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五一三弧的暴力羊 今天要帶大家進回顧的是拳荒針吧 今天因為有些事情所以沒有開直播 所以沒有開直播大家應該就知道我一定是有錄到八強賽事的 帶大家來回顧一下八強賽事 今天的話我們一樣是小技能觸發概率30% 跟昨天一樣 那昨天的話是沒有錄到八強的 今天是有 前兩場一樣就不太看了 因為前兩場應該也一樣都是NPC 我們從第三場開始看 第三場是15萬的羅把 先手600多 我們的戰力這裡的話應該都是不準的 所以就大概先整體看過一下就好 因為這次應該是不太準的 所以戰力相差的有點懸殊啊 雖然屬性上被相剋但是也是夠打掉的 這個大招應該都帶緊 好 先來看下一場 下一場是 喔 下一場就遇到復活大欸 復活大的瘋娜 26萬的瘋娜 因為我們白草竟然打贏欸 先手是1100 我們白草竟然會贏 白草實際戰力差不多255左右吧 我們後攻 我們後放大 竟然會贏了瘋娜 就是不然讓我好奇 我們應該暴擊吧 其實他炸下去沒有到很痛 有暴 有暴再加摳就銷回來 我覺得白草算蠻白的喔 運氣算不錯 不然的話先手是輸的情況下 白草其實是比較不利的 然後我們再看第五場鬥花花 就是一樣我們技能射團 他是有練美國隊的喔 他美國隊戰力其實不太不低喔 其實是蠻猛的 他的布萊恩是20萬 K的話正常是就直接 很順利的帶走 因為我可以 可以單挑能力那麼強 然後下一場的話是第六場 10千的庫拉 戰力26萬先手850 白草的話 我白草實際戰力差不多2 欸先手好像2了7左右 戰庫拉其實要有點運氣 目前大招加普打 我們都沒有再給普打 他庫拉還裝經濟耶 他庫拉還裝經濟 他庫拉還裝經濟還會回血 經濟好像也是增加反彈率吧 還是吸血 吸血力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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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盧還是很夠的 小心 就是 第七場是遇到雷霆大的霍技 他霍技31萬 昨天我們遇到霍技是有打贏的 只是那時候我沒有拍下來 昨天那時候打 好像是打零充大的雷霆的那一個霍技 我們那個狼特是有贏的 所以今天竟然打輸了 因為昨天的話是小技能其實都有暈 剛好都有暈到 有被嘲諷到 可能小技變得出不多吧 我個人覺得 加上可能也沒有控制到 大招沒有爆 沒有出小技 然後又吃了一個大招 這個大招就死掉了 直接把他打完了 這場比較可惜啊 剛才沒有出到小技 有出小技對方也沒辦法回 再來第八場 這一場就是我看輸的一場 第八場是18萬的羅拔先手八百多 我們瘋八先手蠻很高 至少有1200 然後戰力的話 位上陣應該差不多25萬吧 應該如果爆擊就可以直接帶走 果然直接爆擊帶走 好 在下一場的話是遇到幻影的K 27萬的K 先手六百多 這戰力不低耶 我們的禍技實質戰力現在是30出頭而已 連還沒到31萬 這場蠻值得一看的 可以看一下 禍技 優秀的那一個 連傷率 跟防禦力 跟防禦力 超弄到 所以等於 可以再提示5%的防禦 沒爆擊 其實這K就暴擊了 頂多打到半 唉唷 他這小技能暴擊好痛 如果跟他 大招加小技能暴擊 我可能就直接輸死掉了 算運氣好 他大招剛才沒暴擊 好 第十場遇到極限夜的 那一個 瘋八 29萬喔 不低喔 戰力其實不低喔 先手九百 比我們高 我們阿修 雖然戰力蠻高的 實質上 好像超過三五萬 但是 畢竟這是 30%小技能模式 如果他瘋八的 技能 小技能多一點 直接就對我們很努力 加上他是六門的喔 看他小技能 目前一直到我去 這一場沒有小技能 把我們打滿路 他如果沒有把我們打滿路 五分 就要再吃一個大 如果剛才我小技能給他的話 他可能就會低於到35%了 就六門大招 說不定我就扛不住了 這一場算運氣好一點 對方沒有再出一次小技能 然後我們就打入八強賽事 第一場遇到林充大人 林充大人那時候應該是在線上了 我雖然在 我掛名在線上 但是 我沒有去控角 所以這一場的話 基本上是應該是被碾壓吧 說不定瘋八就一吃三了 說不定瘋八就一吃三了 蛤 其實打的不是很痛啊 咪咕吐 看這個有沒有小技能 有小技能就可以帶走 所以今天是有錄到八強賽事 但是第一場就滑鐵爐了 然後我們再帶大家來看一下決賽 決賽的話是林聰大打閻羅 可是以最後一陣來講 閻羅大還有留到阿修 他們竟然還沒有特地上無名上來 所以這場應該算一個碾壓 因為林聰大的三隻角色 如果戰力都高的話是有優勢在 閻羅總會讓百草衝投 他先手 除非他先手是贏的情況下 才讓百草衝投 不然的話其實他剛才也可以上五名 只好可以吃抵抗 這就是瘋娜 打完下一場 右門大招他打完的話 把第一隻打死時 他可以再下一回合再放大 就不會有那個炸完石 然後下一回合 就可能會被對方吃掉的危險 假如是遇到 只會遇到熊魂啦 那就沒就沒查 比較像遇到虎魂蛇魂 沒辦法開場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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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瘋娜這個就很有優勢 在爭霸上 非常的強勢 右門的 這庫拉應該也會被 他抓掉的感覺 對喔 被承諾到 再次 運氣非常好 被扣血扣死了 結果瘋娜也是一吃三 就是瘋娜也是很狂啊 那我們今天就恭喜炎羅大獲勝 然後雨 今天 沒有空 也可以錄到八強賽事 果然 還是有直播魔咒的存在啊 好 那今天我們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